接着来跟进一巴冲突局势 哈马斯旗下的喀桑旅星期一发表视频说 他们已经告知斡旋方卡塔尔 指哈马斯准备释放最多70名人质 以换取5天的休战期 忍耀人性导秘妇 但是伴侶仍然会抑制和抑制 以防备这个失败 发言人也指出 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 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 用70名人质来换取被以防俘虏的 275名巴勒斯坦儿童和妇女 随着冲突持续 以色列声称 哈马斯已经失去加沙地带的控制权 目前正在往加沙南部转移 不过哈马斯方面暂时还没有做出相关回应